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是个恶作剧 于是按照信件上的地址给小白回了一封信 告诉小白他是这个房子的第一任主人 并且强调现在是1997年 看着水哥的信小白也傻眼了 因为此时的时间的确是1999年 于是给水哥回了一封信 并且说明请不要恶作剧 也不要随便偷看我的信 这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在之后的日子里 两人的通信越来越频繁 小白也在信中说了1998年发生的事 这也都得到了水哥的验证 这让水哥相信 这个信箱可以穿越时间让两人互相通信 两人相约来到信箱前 小白把自己的发枯放进了信箱 另一边的水哥如约的收到了礼物 一个小小的信箱 牵起了彼此的缘分 接下来的日子里 两人经常通过信箱同信 小白写信告诉水哥 希望他能帮自己找回1998年 遗失在地铁站里的录音机 水哥当即应了下来 兴奋地来到了地铁站 因为他想看看小白的样子 遗憾的是水哥还是晚了一步 虽然拿到了录音机 但是却和小白擦肩而过 为了感谢水哥 小白寄给水哥一副耳套和一条鱼 让他带着别动着耳朵 好好照顾他的鱼 这天晚上水哥又来到了地铁站 正好看到1998年的小白 这个女孩真的有迷人的笑容和漂亮的长发 他想和小白搭讪 但是小白并不知道他的存在 于是他戴上了小白送他的耳套 看着水哥滑稽的样子 小白露出了甜美的微笑 于是水哥把这些事告诉了小白 小白则告诉水哥 自己喜欢珊瑚滩 梦想在那里有一个房子 而且和水哥约定 希望一周后能在珊瑚滩和他见上一面 当然对水哥来说 这个约定却是两年以后 到了约定的日子 小白来到了珊瑚滩 可是却没有等到水哥 只看到正在施工的房子 建房的负责人告诉小白 这房子是水哥两年前设计的 小白不知道水哥为何爽怨 于是写信质问水哥 水哥也很疑惑 因为他发现自己爱上了小白 并且也很想见到小白 这未来的两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几天后 小白得知男友在美国订婚的消息 他放不下男友 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伤心的他 希望水哥在两年前 阻止男友去往美国 这样他就不会被男友抛弃 收到小白的信 水哥莫名地感到心酸 但还是决定帮小白这个忙 离开时 还为小白设计了一座房子 将来就建在珊瑚滩上 1998年3月25号这天 小白正在跟男友告别 而水哥要做的 就是去阻止小白的男友 去往美国 与此同时 2000年的小白 找到了水哥的一位同学 这才得知 水哥在1998年3月25号这天 出了车祸 去世了 小白顺点明白 水哥就是为了劝阻男友 所以在来的路上 遭遇了车祸 于是立刻写信告诉水哥 不要外出 这一天 小白也突然想起 当时他在咖啡馆外 看到的那场车祸 那时的他还奇怪 为何一个陌生人一直呼喊着他 原来这个人就是水哥 他爱小白 涌尽了全力 小白绝望地哭泣着 故事的最后 水哥看到了小白的信 并成功地躲过了一劫 两个人的心 随着时间的流逝 慢慢地彼此靠拢 世上总会有人 在偷偷地爱着你 在你知道的 不知道的某个角落 两个人能够相遇 能够在一起 那就尽情地去爱吧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触不到的恋人 习惯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但是 信我能够在一起吗